媽 麻煩洗 南投人愛國中搶水搶不過 親近地區民宿時常鬧水荒 終於獲得解決 因為南投縣政府新建兩座大水塔 學生回想過去缺水窘境 讓他們吃了不少苦頭 住宿生感受更深 一就是不能洗衣服嘛 然後又不能洗澡 然後還有沒辦法洗完這樣 缺水的時候大家都會搶水 因為說這個管道 從和番區引流下來這邊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一的水不夠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接來接去 這樣會引起糾紛或是怎麼樣 現在就是說已經解決了這問題 仁愛鄉親近地區是著名的觀光盛地 平日用水量高達300噸 加入遊客多 更上看400噸以上 水源管線末端的仁愛國中 過去經常無水可用 現在縣府在上游 新建一座1200噸蓄水塔 以及仁愛國中在新建一座300噸水塔 希望徹底解決人中缺水嚴重情形 這樣能夠把水滲下來 我相信如果萬里有什麼意外發生管線 斷掉兩三天來供水還是沒有問題 相信將來清淨地區仁愛國中 就不會再有缺水的現象 水塔蓋好了你們還會不會擔心缺水的問題 不會啦 那現在學校還會有缺水的問題 很少了 擴建水塔16號舉行簡單洗用儀式 解決新建地區跟仁愛國中私生 常年飽受缺水之苦 也能讓人中住宿生不再擔心 晚上沒有水可以洗澡 記者NO 南投仁愛 採訪報導 好 好